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很惊讶 我早知道你是个卑鄙阴险 毫无人性可言之人 但确实没想到 你会厚颜无耻到现身参加比赛 作为大赛主办方 却亲自下场 你还能没有底线到什么地步 不过 倒是省去了我掌紧的功夫 毕竟我会参加这无聊又可笑的比赛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机会接近你 然后杀死你 我知道 所以我才会站在这里 你能装模作样的时间也就现在了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你要为你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我会亲手割开你的喉咙 让你血债血肠 我已经为这一刻筹划了太久 太久 久到就连闭上眼睛 都会无意识地继续设想该如何杀死你 让你再也不能为非作歹 我衷心祝愿 你能成功 下地狱去吧 利托斯特 承让了 陈雪小姐 裁判 呃 是 是的 比赛结束 本场比赛的胜者是 利托斯特选手 陈雪选手昏过去了 医疗队 刚刚 发生了 什么 陈雪 陈雪冲上去 给了利托斯特一拳 然后就 就这么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那个男人 果然是认真的 白鸡先生如果对上他 有几成赢的把握 没有把握 这 两位不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吗 但我对他的了解 远不及他对我了解的十分之一 从未看清那个男人的全貌 是我没有把握的唯一原因 那你们又如何能成为朋友 朋友吗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说起来 赫利亚小姐的比赛结果 应该已经出来了吧 只看速度 那边也是一边倒的结果 我 我认输啊 比赛结束 本场比赛的胜者是 赫利亚选手 恭喜 只是这种程度的对手啊 一小时候是克拉利的比赛 还是先找他们会合吧 他在一起 我还没评论 他在前面 我可以评论 有点误独播 我可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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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评论